这一年头粉丝越多黑粉越多 黑粉越多粉丝越多 所以我确信粉丝全是黑粉 这波爆火的逆水寒手游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一种声音开始示意 国内的游戏厂商能不能联合起来抵制逆水寒 为啥这么说 因为逆水寒对于现在的MMO界 是举足轻重的存在 可以说正是它无与伦比的成功 促成了现在MMO市场的整体繁荣 但新游戏越多 玩家们心中却越来越不安 这么多新游戏跟逆水寒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这难免会让人思考 如果让厂商太安逸 他们会不会乱搞呢 因此玩家们集体呼吁 让游戏厂商联合起来制衡逆水寒 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虽然玩家们的口号喊得响亮 但他们其实非常清楚 这只是一句口号而已 毕竟逆水寒跟传统的MMO相比 根本就不是同世界的新物种 你越是拿传统MMO 跟逆水寒手游对标 你就越会产生深深的绝望 他就像那种理想的工作 一周上三天班 一天六个小时 剩余的时间留给自己做其他事情 用全网无带餐来形容逆水寒 毫不为过 也正是玩家们对逆水寒的满足度高到让人不敢相信 所以玩家们才会担心他变了 这种集体呼吁 其实是对逆水寒的最大褒奖 那么对于逆水寒手游 兄弟们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评论区聊聊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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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